从什么时候开始,你和朋友的聊天变成了这种花风? 表情包出现最多的是他,他,还有他。 许多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,因为学业,事业或生活的压力,变得灰心丧气, 以讽刺的口吻表达出对大大小小失败的接受和妥协。 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这种丧文化,而丧文化也成为了最出圈的亚文化之一。 丧文化已经渗透我们线上生活的方方面面,除了表情包,还有许多名言改编的段子。 其中最耳熟能将的当熟,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放弃,和人生就是起起落落,落落落。 这种丧的气质,通过影视和音乐片段得到广泛传播。 今年完结的动画剧集《马南波杰克》,就有不少语录引起了人们的共鸣。 连网易云音乐都因为丧气满满的评论区,登上了微博热搜。 广告界也抓住了丧文化的精髓,采用了直击年轻人心灵的营销文案。 终于,这股丧气之风也吹到了线下。 其实,丧文化也不完全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概念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,西皮士在美国掀起一场反主流的运动。 再往更远看,魏晋时期的狂世也终日以饮酒作诗为乐,他们崇尚老庄思想,追求清净无为。 这些都和丧文化有着类似的反传统,消极迷茫的意味。 Alfred数据室的研究人员收集了某数多网站桑板块有关桑的新生,发现2020年前五个月中,98.3%的桑流盐来自90后和00后。 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一代都变得这么桑了呢? 这是陈志伟博士,他从2018年开始研究丧文化。 他认为与西方的亚文化不同的是,丧文化并不是一种政治反抗的形式,而是表达了中国年轻人内心深处的失落感。 这是一个预期的预期,社会和经济的移动力,而且是有违离的要求,在同时,丧文化与社会的高业性的性格, 而是为他们成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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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的性格。 201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《中国梦》,一时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相关的宣传话和标语,鼓励年轻人在维护集体利益的前提下,通过拼搏来获得世俗意义的成功。 几年后,突然流行起来的丧文化则被当局视作是轻视年轻人思想的危险品,而充满正能量的语言表达和生活态度才是年轻人应有的追求。 因此,爱拼才会赢仍然是主流的身影。 出身名校,拥有一份高薪的工作,或是毕业不久,逢车在手,这些都是现代社会衡量成功的指标。 现在,中国大约有四亿迁徙一代,他们的确比前几代人有了更多的机会,但他们的目标却越来越难以实现。 据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统计,2019年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5440元,买房还是租房成了一大难题。 大学毕业生人数连续创新高,今年更是多达870多万人。 住房,就业,甚至婚恋,哪个不是竞争激烈,压力重重。 正是这种来自社会和长辈的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,让年轻人产生了挫败感。 社会中奉行的结果论和成功学话术,无时无刻不再贩卖着焦虑。 Sung也许是年轻人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,也是建立起的一种自嘲的保护机制。 网络和社交媒体给这种情感共振提供了空间, 也成为了传播和生产丧文化的平台。 年轻群体不习惯向长辈表达情绪,而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和互动性满足了他们倾诉的需求。 到今天,丧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,在与主流文化相互交织,相互影响下不断发展。 也许,主流文化不必和丧文化争个你死我活, 因为不是每个嘴上说的丧的人,都会放弃迎接生活的挑战。 丧不会是常态,只是年轻人在生活的重压下,给自己喘口气的机会啊。 生活就是,有很多问题,让你下意识地想逃避。 哪怕只是暂时的,想办法不面对去逃避。